我记得12月靠近圣诞节的前夕 教会又要那一次很巧 要我们去分享 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首歌 我们就每次只要上台就 常常演奏 就是有一位神 那其实在那奏的时候 常常很多的感动 甚至真的觉得这位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那那一次很特别 就是说 我记得好像是圣诞节前夕 然后隔天你要回台南交起 但是那天有一点 有一点紧张 因为连要 连回去的车费好像都没有 比如说要1000块 他可能就是600块或800块 就去不了 欢迎收看老赵爱音乐 触动新乐章感动新力量 我是亚文 我是老赵 赵臣的赵 赵像的赵 已经岁末了 那岁末其实让我们想到很多感恩的事情 我记得我们刚 信主那几年 特别当我们对孩子的价值有翻转之后 我们开始有那份喜乐 但是事实上我们那时候还是过得很辛苦 因为前几集如果有看到的话 就知道我们还是一对债务 那每天大概就是恩典够用 不然就是靠着有 亚文还教一些学生 那时候我是把音乐的事情都停掉 那为什么会停掉 这个这一集我们就不分享 你以后再看下一集分享 我记得12月靠近圣诞节的前夕 教会又要那一次很巧 邀我们去分享 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首歌 我们就每次只要上台就 常常演奏 就是有一位神 那其实在那奏的时候 常常很多的感动 甚至真的觉得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那那一次很特别 就是说嗯 我记得好像是圣诞节前夕 然后隔天呢你要回台南交情 但是那天有一点 有一点紧张啦 因为连要 付不出钱 连回去的车费好像都没有 比如说要一千块 他可能就是六百块或八百块 就去不了 我们当时的情况真的是很紧 抓紧减久 嘿 然后很巧的是 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准备要上台的时候 教会有发起一个 就是睡末的时会捐 就是睡末都会想到一些辛苦的人 可怜的人 然后牧师就呼吁大家能够来捐钱这样 我记得雅雯就当时就做了一个祷告 身上别的也没有就剩下那个 也不能满足他回去的那个车费 他就想那就算了 这一周可能就不下去 可是不下去因为我们老家台南他有很多学生 学生交了一下至少在这个礼拜在台北的生活费是有的 我们就 雅雯就突然有个信心就是说 他就跟上帝祷告就说 反正我也回不去了 那我们也愿意来回应 那我们也有能力 祝福别人 对奉献出那么一点点这样 然后我们就奉献出去 那下礼拜要干嘛 其实真的就不知道 我想只有神知道 还有我们两个知道 我们就上台分享 那天我就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感动 那那一天也相对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这个第一次来教会 特别是圣诞节来应勤的 那天的回应非常好 那结束之后就很多很多人热烈来跟我们询问 打招呼 也有来拥抱等等的 突然就是有一个弟兄 那我觉得这个弟兄年纪也比我们大众哭得好伤心 我们以为他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家 他也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 就是单单他就很感动 很感动 那几乎快结束 我们就到后面的 教会后面的花园 就一起祷告 结果他祷告完之后 从他那个厚皮夹 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就是他觉得 应该是我们有需要 但是他就没办法确定 所以他也是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你们的需要 也不要感谢他 就感谢我们的心 这样 结果真的是让我们深深的发觉 那一位神是真的神 我想那一周你不但可以下去 而且尽管就算不下去 那一个礼拜 丰盛可能丰盛到下个礼拜 所以困难 或是那个缺乏的时候 有时候是考验我们的信心 人家说信心是什么 信心不会是在以后 你都 大人都有 然后 所以我突然想到就是寡妇的那两个小钱 我们那天可能就是把 两个小钱 我们就献上 但神就愿啊 那个 那个丰盛的祝福 没有拖到隔日 就在那个当下 那个丰盛就来了 这时候我真的是想把这首歌 献给你在信心 被考验的时候 但我相信 这一位神 其实是又真又活的神 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听这一位 这首歌 这首 又真又活的 神的歌叫 有一位神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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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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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